中国计划超前实施基础设施投资 将会进一步推动澳洲的传统矿业股再迎新高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 全世界讨论的热点一直长期维持在 例如像是电动汽车 新鲜能源 离矿 涅矿 孤矿等等 与电动车和电池相关的产业上 那么与之相关的这些矿业企业 股价最少的上涨也是两三倍 多的则以十倍以上的涨幅为例 但是从今年开始 某些传统企业 特别是像之前过去两年 一直不太被市场所热捧的 像是钢铁企业 像是传统的铁矿石 铜矿 等等这一类企业 他们的股价在过去两三个月 或者更准确一些说 是在过去的两三周时间里面 是经历了超过其他几乎所有板块的涨幅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澳洲的传统矿业巨头 毕合毕托 毕托 FMG 以及之前在疫情之前 一直是长期亏损 几次都差点要倒闭的 像Blue Scope 就是澳洲目前仅存的一家上市钢铁企业 他们的股价 他们的利润 在最新的公报中 都是屡创新高 那为什么这些传统企业又能重新再写辉煌呢 又来一个夕阳天吗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 中国将会重新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么根据我们获得最新的2022年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所说到 那么我们来读一下他们的官方的原话 就是根据发改委的解读 中国将会实施叫做新基建的项目 其中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等三方面的内容 那么它所涉及到的行业 是包括了像5G的基站 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 和城市轨道交通 还有像新能源电动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等多个领域 那么以具体的地方来分类的话 像上海在2022年的规划 就是全面完成新型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年行动方案 并且推进5G网络的深度覆盖 同时要建设超大规模的开放算力平台 等等一些新的基础设施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中国为了推动经济 稳固就业将会再一次 在不同领域 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可能会有别于三五年前 或者是2008年危机时 当时的像造铁路 造机场 造隧道 这些传统的基建 这一次的基建将会把核心 主要是放弃在 能够添加比较大的 附加值的 或者说在产业的中游和上游 就这么说 就是比较低端的 投了钱也产生不了太多效益 而且容易一旦造好之后 就没戏了 后面没有后续的 没有办法能够维持住后续的 这些工作量和工作 对于这些中高端的行业 即使是建成之后 之后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创建很多的职业岗位 那这些 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然了 从现的情况来看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也需要钢筋水泥混凝土 但是相对来说的总量 要比2008年金融危机 当时四万一计划所需要的传统矿业要少得多 即便是少得多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体量 已经超过2008年的两倍以上 所以即便现在相对的规模较小 但由于基数很大 因此全国三十一个省市 第四支区 一旦每个地方都得做一些规划之后 它所需要的原料 特别是矿业原料 那也是非常惊人的 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由于环保的规定 和中国一些对于碳中和的要求 特别是上河北唐山一带的钢铁厂 在最近一段时间 屡屡被限制生产 以及工作时间 这就导致什么呢 就是钢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那么如果国内没有办法 满足行业的需求 那自然就需要从国际上来进口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像澳洲的之前 几乎好几次都要倒闭的 钢材企业Bluesco 它最新发布的年报显示 它的利润数字 是上涨幅度超过60%以上 这是非常惊人的 原材料在涨 但是钢材卖的利润更多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 几次大活动中 我跟大家说到 我个人 我本人在今年看好的行业 并不是新能源 也不是电动车 而是恢复到传统能源 以及很多的传统行业 比如说像银行 为啥呢 银行那是因为 它是少数几个能够受益于利息上涨的这些行业 那么传统的我说的传统版块 比如说像铁光石 比如说像铜 这一类呢 则是受益于中国年初发改委所宣布的 将会实施新的基建设施计划的这一个信息来源 所以大家记住我判断的两方面 一利息未来毫无疑问将会上涨 并且上涨时间将会持续超过两年甚至于更长 第二中国再一次启动基础实施建设 虽然这次说到的是为了大数据也好 为了5G也好 但是不可避免的 还是会对于普通原材料 钢筋水泥混凝土 铜等等这些东西 有着强烈的需求 所以说 我本人在2022年较为看好的行业 依然是银行和传统矿业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